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学习第二节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伎俩 从这一节开始 我们正式学习有关长期股权投资的内容 我们前面学习过 长期股权投资 按照影响的程度大小 分为三类 第一类对子公司的投资 第二类对合营企业的投资 第三类对联营企业的投资 所以我们这一节 也就是分这么几个问题来讲 那其实就是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对联营企业合营企业投资的初始伎俩 第二个是对子公司投资的初始伎俩 讲这么两个问题 因为对联营企业合营企业投资 初始伎俩相对比较简单一些 所以我们先讲对联营企业合营企业投资的初始伎俩 然后我们再学习 第二个问题 对子公司投资的初始伎俩 在讲这两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段文字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伎俩 所谓初始伎俩 也就是企业不同的方式 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分别按照什么金额入战 对于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伎俩 我们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应当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 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其实就是刚才所讲的 对子公司的投资 还有第二种 那就是企业合并以外的 其他的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也就是刚才所提到的 对合营企业投资 对绵营企业的投资 其中企业合并所形成的 长期股权投资 又细分两种情况 统一控制下控股合并 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以及非统一控制下控股合并 所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分别怎么确定 它的初始投资成本 也就是下面这个版书 长期股权投资 分为两大类 三小种 第一大类 那就是企业合并 所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就是刚才前面所提到 对子公司的投资 第二大类 那就是企业合并以外的方式 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也就是对年营企业投资 以及对合影企业投资 其中企业合并 所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又包括 第一统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所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以及第二种 非统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我们这一节内容 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讲 刚才也提到了 我们先讲企业合并以外的方式 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也就是对年营企业合影企业投资 因为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一些 所以我们下面先学 第一个问题是 对年营企业合影企业投资的 初始伎量 对于年营企业合影企业投资 在取得时 它的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 应遵循以下规定 三点要求 也就是不同的方式 取得的对年营企业投资 对合影企业投资 分别怎么进行会计处理 首先第一种方式 是以支付现金的方式 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比如举例子 假公司支付现金2000万元 取得了已公司30%的股份 对已公司具有重大影响 既然是具有重大影响 那就是什么 它对年营企业投资 这说明什么呢 我们在做题目是 首先要判断 这是属于哪一类的投资 是对子公司投资 还是对合影企业投资 还是对年营企业投资 根据题目的条件 来进行判断 刚才我们讲到了 假令假公司 取得已公司30%的股份 对已公司具有重大影响 那就意味着是对年营企业投资 既然是对年营企业投资 那么就按照现在的要求 来进行会计处理 第一种方式是支付现金 这个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 我就是花钱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按照什么金额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呢 按照实际支付的购买价管 你的买价是多少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就是多少 另外请注意 此时初始投资成本包括于取得长期股权投资 执解相关的费用 税金以及其他必要的支出 也就是说所有的费用啊 税金啊其他的支出 也包括在初始投资成本当中 俗话说就是花了多少银子 我的初始投资成本就是多少 但是有一点不包括 那就是支付的价款或者对价中 包含有被投资单位已宣告 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因为这一部分不算投资成本 单独列在应收股利里面 是投资企业垫付的一笔款项 这一点我们前面讲金融资产 讲过类似的问题 道理是一样的 这个买价里面包含有已宣告 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这是投资企业垫付的管项 不能算在成本里面 所以单独剔除出来 列在应收股利里面 然后其他的支出 全部算在初始投资成本 前提是听清楚 前提是对联营企业投资 或者说对合营企业投资 此时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按照这个要求来做 下面举个例子 2023年3月10号 甲公司从证券市场购入丁公司 发行在外1000万股股票 作为长期股权投资 每股8月 行已宣告 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0.5元 实际支付价款是8000万 没错 1000万股 每股买价是8块钱 那就是8000万 令支付相关税费40万元 令 说明甲公司花了多少钱呢 那一定是8000加40等于8040 那是不是说这个8040全部算在成本里面 不是 这个0.5元的现金股利要剔除掉 实际上是相当于是7块5买价 甲公司取得投资后 即派人参与丁公司的生产决策 当无法对丁公司实施控制 这是重大影响的标志 说明甲公司取得丁公司这个股权 是对丁公司具有重大影响 那就是对年营企业投资 既然是对年营企业投资 那么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应应当一级支付的价款 8040 当时要剔除掉 以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那么甲公司应该怎么样进行会计处理呢 下面一个笔分录 借长期股权投资 请注意 昨上7号 如果是投资企业对年营企业投资 或者是对合营企业投资 在取得时要列示一个明细科目 要开设明细科目 投资成本四个字 金额是7540 7540怎么来的呢 刚才提到了 其实每股买价是7块5 因为有五毛钱 不能算债 投资成本要剔除掉 单独列在应收股利里面 所以是7.5乘以17500万 由于是对年营企业投资 对合营企业投资 发生的相关的交易税费 也算在成本里面 所以再加上40 结果是7540 然后借应收股利500 代银行存款 总共花了8040 没错 这样就完成了 好 这是以支付现金的方式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种方式 以发行全性证券的方式 请注意 发行全性证券的方式 通俗的讲就是发行股票 发行股票的方式 这就是全性证券 就是股票 以发行股票的方式 取得长期股权投资 那么它的成本是什么呢 为发行股票的公允价值 你发行的股票的公允价值 其实也可以理解为 你支付的代价是多大 你的初始投资成本就是多少 同样的 不包括被投资单位宣告 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 如果有也剔除掉 另外一点请注意 因为是发行股票 发行股票 我们一般都要通过证券 成销机构 也就是通过证券公司 券商来发行股票 那么券商要收取手续费佣金 发行股票支付给券商的 手续费佣金等等 与权限证券发行 与股票发行直接相关的 我把它称为叫发行费用 这个请注意 不构成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我们刚才前面讲的什么税金呢 什么费用呢 在支付现金的方式下 要记录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但是如果是以发行股票的方式 那么支付给券商的手续费佣金等等 这些发行的费用 不能记在长期股权投资成本里面 因为任何情况下 企业发行股票所支付的佣金手续费 都是充减资本公金 股本溢价 也就是这部分费用应当自 全性征券的溢价发行收入中扣除 啥叫自全性征券的溢价发行收入中扣除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的股票都是溢价发行的 面值一块钱 发行价二十块钱 溢价十九元 每股溢价十九元 那么这就是溢价的部分 那么手续费呢 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所以这个佣金手续费 这一部分呢 从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中扣除 如果溢价收入不足以充减的 那么应当充减 言语供给和胃分别一转 理论上是这样的 实物当中都是足够充减的 一般情况都是足以充减的 下面我们结合教材立体来看一下 2006年3月5号 A公司通过增发九千万股 本公司普通股 每股面值一元 取得B公司20%的股份 该九千万股股份的公允价值 1.56亿题目已知 告诉我们了 为增发该部分股份 A公司向证券 成销机构等 支付了600万的佣金和手续费 假定A公司取得该部分股权后 能够对B公司的财务和生产 基因决策施加重大影响 说明这是对年营企业投资 那既然是这样 那么A公司取得B公司20%的股份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应当以发行股票的公允价值1.56亿 作为初始投资成本 也就是借长期股权投资 注意开设明晰科目 投资成本1.56亿 代方代股本按面值 股本是面值 9千万股乘以1 每股面值1元 9千万股 几乎所有的上市公司 每股面值都是1元 只有个别 及个别上市公司 每股面值可能是0.1元 我们就不说它了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题目都很严谨的告诉我们 每股面值1元 所以是9千万元股本 差额部分 这就是溢价的部分 记住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 资本公积呢 一个明晰科目 叫股本溢价 凡是溢价都在这 另外这道题 还有支付了佣金手续费 600万元 充减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 借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600万 但银行存款就可以了 如果不足以充减 那么先充有多少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充多少 然后不够 我就借银银公积 然后借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那么一般情况下 题目不靠那种没有 那种没有意义的知识点 理论上是这样的 实物当中都是足以充减的 那么刚才两笔分路 我们在熟练以后 从时间角度来讲 我们也可以把它并为一笔分路来做 借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成本1.56亿 代方代股本9000 然后代银行存款600 最后是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是6000 有的题目考试题 把这道题编一个单选小计算 就是考这个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影响的金额是多少 6000 6600减掉600就可以了 好这是第二种方式 接着第三种方式 企业是通过债务重组的方式 或者是非货币资产交换的方式 取得被投资单位股权 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 或者说是对合影企业投资 那么这个呢 今天不展开 我们后面有债务重组一张 还有非货币资产交换一张 在那一张我们再去学习 那这样我们就清楚了 对年营企业投资 对合影企业投资 它的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 其实就是重点 找刚才两种情况就可以了 第一种情况是支付现金的方式 我是花钱买进来的 那么你的购买价款 包括税金 包括税费 包括其他必要支出 通通算在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里面 第二种方式 是以发行股票的方式 取得长期股权投资 那么就以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公寓价值 作为其初始投资成本 两者要注意的是 第一种方式 支付现金的方式 所发生的税金 费用 必要支出 全部送在成本里面 但是第二种方式 发行股票的方式 所发生的手续费 佣金 不一样 它不能寄到 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 而应当冲减资本攻击 股本溢价 好 这就是有关第一个大问题 对年营企业 对合影企业的 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 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些 当然了 我们现在所讲的是 对年营企业投资 对合影企业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 或者说是初始计量 只是取得时怎么做 我们学习第三节 等我们学习第三节的时候 还会讲到什么 取得以后怎么做 那其实对年营企业投资 对合影企业投资 取得以后的会计处理 那就内容就多多了 我们暂时先学习 取得时 怎么样进行会计处理 接下来 我们学习第二个大问题 对子公司投资的初始计量 也就是企业合并的方式 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 这个问题呢 比较复杂一些 它要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统一控制下控股合并 所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第二种是非统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所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我们今天暂时不展开 不解释什么叫企业合并 其实企业合并分为两种 一种叫控股合并 还有一种叫吸收合并 我们重点掌握控股合并 控股就是形成母子公司的关系 叫控股合并 而我们这一张都是长期股权投资 当然都是指控股合并 等我们学习企业合并那一张的时候 我们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控股合并 什么叫吸收合并 在这一张里面 我们更多讲的都是控股合并的内容 所以我们下面呢 就是分两种情况来学习 第一种情况 统一控制下控股合并 所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第二种情况下 非统一控制控股合并 所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我们先学习第一种情况 统一控制控股合并 再讲统一控制控股合并 形成的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之前 我们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统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教材上 没有在这一张没有多说 而是在企业合并那一张才讲的 我们应该在这一张提前要了解 要理解什么叫统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所谓统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它是指参与合并的企业 在合并前和合并后 均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 这种控制 而且该控制并非是暂时性的 比如说最起码是超过一年以上的 那什么叫参与合并的企业 在合并前和合并后 均受同一方的这种控制呢 比如我下面画一个版数 假公司是A公司和B公司的某公司 也就是说比如我这短述写的 假公司拥有A公司60%股份 同时拥有B公司80%的股份 A公司和B公司同为假的子公司 原本就是一家人 A和B都是假的子公司 假是他们的母公司 今天假公司处于整个及企业集团 资源的整合的需要 将其原先所拥有的B公司 80%的股权转让给A 变成下面这个图表 原先假公司拥有B公司80%股份 假公司和A公司签订协议 股权转让协议 将B公司80%股权转让过付给A公司 由A公司来拥有B公司80%股份 当然一般情况都不是无产的 A公司要向假公司要么支付现金 还记得前面讲过不同的方式 取得长期股权投资 支付现金 比如说支付现金9000万 或者说发行股票给假公司 它是要支付一定的对价 你得付出一定的代价 才能取得B公司80%股份 我们今天讲的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样股权转让过户以后 B公司其实就被谁给控制了 被A公司控制了 从而是A公司拥有B公司的80% B公司此时成为A的子公司 顺便说一下 A公司此时的身份叫合并方 B公司的身份叫被合并方 今天这个时间点叫什么呢 叫合并日 这是一些专有的名词 针对 专门是针对统一控制而言的 那么这么一个股权转让以后 我们今天主题是仗在A公司角度 我们第一章学习过会计 主题假设 你要看你是以哪个公司 仗在哪个公司角度来看问题 今天我们是仗在A公司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B公司成为A的子公司 其实B公司同时变成假的孙公司 是不是 但无论是合并前还是合并后 他们三个人还是一家人 这就说明了 B公司在合并前后均受假公司最终控制方 最终控制 那如果是这样一个企业合并 仗在A公司的角度 这是一个统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合并前合并后 我们都是一家人 好 这就叫统一控制企业合并 我下面给大家举个案例 这是上市公司的实务 其实在上市公司实务当中 最近几年还挺多的统一控制企业合并 那么我举个例子 是芒果超媒上市公司 芒果超媒是一个上市公司 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讲芒果台 芒果台实际上是它的实际控制人 有湖南广播电视台 它是老祖宗 芒果超媒是上市公司 今天我们站在上市公司这个角度 原先芒果传媒企业集团 拥有芒果超媒上市公司 43.12%的股份控制芒果超媒 理论上我们经常说控制是超过50%了 实务当中不一定的 实务当中我们只要能达到控制权的话 那么不是看百分比的 另外芒果传媒企业集团 拥有快乐阳光等五家公司 百分之百的股份 今天芒果传媒有限公司 就是企业集团 这个某公司 这是他俩的某公司 处于资源整合的需要 比如说 希望将快乐阳光这些资产 注入到上市公司 进一个资产的证券化 啥意思呢 我们证券市场有个好处 就是很多资产 其实都是溢价的 比如说快乐阳光 达比方讲 在没有注入上市公司之前 它的美股价值 加定美股价值是10块钱 但是一旦注入到上市公司以后 上市公司呢 我们整个一个资本市场呢 它往往是一个溢价的效应 那这个时候 它可能是20块钱 这样就是 使整个企业集团资产怎么样呢 资产证券化了 也实际上是 对整个企业集团来讲 是非常有利的 也许这些公司啊 本身就是盈利能力很强的 一些资产 我们把它注入到上市公司去 注入到上市公司以后 因为你是盈利能力很强的 这些资产呢 给上市公司 你一旦注入以后 变成下面这张表 芒果超美不再持有快乐阳光 百分之百的股份 而变成芒果超美上市公司 持有它百分之百的股份 那就意味着快乐阳光 这些五家公司 要纳入上市公司的合并报表 而快乐阳光 我刚才说的 打比方讲 它是盈利能力非常好的 资产质量非常高的 这个一块资源 把它注入到上市公司以后啊 整个上市公司利润就上升了 利润上升了 那么股价就上升了 那其实 整个企业集团的资产 也就升值了 同时呢 说明一下 顺便说明一下 芒果超美上市公司 是通过什么方式 取得这个百分之百股份呢 是向他的某公司 发行股份的 所以使股份呢 上升到 有原来百分之四十三点一二 上升到百分之六十几点九亿 进一步的控股 这就是属于统一控制企业合并 合并前合并后 其实都是受芒果传媒的 最终控制的 合并前合并后 站在芒果传媒的角度 都是一家人 都是一家人 那么这种情况 就称之为叫统一控制 企业合并 并且呢 这是保留母子公司的关系 他是母公司了 保留各自的法人 他是子公司 成为上市公司 芒果超美的子公司 形成母子公司的关系 那就是控股合并 这是给大家举个案例 来理解一下 因为我们学的东西呢 其实都是在实物 应用到实物当中去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给大家 要讲四个问题 在统一控制控股合并 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讲四个问题 我们这一节课 学习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合并方 以支付现金的方式 或者转让非现金资产的方式 或者是承担债务的方式 作为合并对价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假如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例子 芒果超美上市公司 取得快乐阳光100%的股份 你应当要向什么 要向原先这个母公司 要支付一定的对价 不是无产的 那么对价有可能是 支付现金的方式 也可能是转让非现金资产的方式 比如说将其 我们这样吧 我们刚刚这个例子是发行股份的 我不以这个例子为 我以前面的 以前面这个 A公司 从假公司 取得到B公司 80%股份 将B公司 纳入它的合并报表 A公司称之为叫合并方 B公司称之为叫被合并方 假如A公司是支付9000万元的 那就要支付现金的方式 取得B公司的股权 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 A公司将其一栋包吨大楼 转让给假公司 这叫转让非现金资产的方式 转让非现金资产的方式 或者是承担债务的方式 我承担你的债务 你在银行的借款 我来还 叫承担债务的方式 我们更多的是前面两种 也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 合并方以支付现金 转让非现金资产 或者是承担债务的方式 作为合并对价 此时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首先我们看空号一 讲一下总的会计处理原则 讲这么几点 第一点是 此时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怎么确定 统一控制下控股合并 形成的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合并方如果是以支付现金 转让非现金资产 或者承担债务的方式 作为合并对价的 应当在合并日 你看我们这又是 这个名词就出来了 刚才介绍过这个问题 应当在合并日 按照被合并方所有的权益 在这种控制方 合并财务报表中的 账面价值的份额 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 初始投资成本 这个呢 有点难理解了 是在时间点 是合并日这一天 谁呢 按照被合并方 被合并方 就是刚才我们前面举的例子 一个是A 一个是B B是被合并方 A取得B80%的股权以后 按照什么金额入战呢 按照B公司 被合并方 在合并日这一天 所有的权益 也就是净资产 不是被合并方 个别报表净资产 而是被合并方 在这种控制方 合并财务报表中 净资产的注意 账面价值 份额 份额就是乘以80% 比如说 在合并日这一天 B公司 在 假公司是这种控制方 合并财务报表中 它的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是1.2个亿 1.2个亿 那么今天 A公司取得B公司 80%的股份以后 按照1.2个亿 乘以80% 来计算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是这样来计算的 那么这句话 以后你还要会多说 会说得出来 写得出来 因为太长了 有的同学 有的同学说的说不清楚 所以最好是说得很清楚 更好的理解这一点 在这句话里面 我再强调一下 那就是按照谁呢 按照备合并方B公司 在最终控制方 其母公司 假那 假是最终控制方 合并财务报表 不是B的自己的个别财务报表 是最终控制方 合并财务报表中 什么 账面价值 不是公民价值 这是账面价值 然后乘以奉恶 作为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 那么在这儿呢 给大家解释一下 说明一下 为什么是账面价值 因为我们现在是统一控制企业合并 统一控制企业合并 刚才说过 它的理念是 合并前合并后都是一家人 那么合并前合并后 只是一家人 大家想一想 其实只是整个一个企业集团呢 资源的重新的整合 它并没有整个控制的资源 并没有发生新的变化 你不能自己给自己这么一转让 然后按照公云价的一评估 然后整个企业集团的净资产 就是多出来了 打比方说 就像我左边口袋十块钱 右边口袋十块钱 这两个口袋 实际上都是我的口袋 都是我统一控制的 我从左边口袋十块钱移到右边口袋 它不会说变成一百块钱的 那不是变魔术 是不是 那如果变成一百块钱 那是魔术 那是刘谦干的活 是不是 所以请大家注意 在整个企业集团的层面上 只是资产的重新整合一下 它不会发生一个变化 资产的本身 价值不会发生变化 它只是控制的层级上 或者说直接或建议的关系上 发生的变化 比如刚才去的例子 B公司原先是假的子公司 现在变成假的松公司 变成A的子公司了 它只是层级上又发生变化 整个企业集团的资源 没有发生变化 它只是资产和权益的重新整合而已 所以我们应当照账面价值 而且呢 要注意删照被合并方 被合并方账面净次产 也就是刚才所提到 按照B公司这个净次产份额来算 而且这个账面净次产 请注意不是个别报表上 是从最终控制方角度 站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站在最终控制方合并报表层面上 持续计算到合并日这一天的账面价值 一般情况下 题目会直接告诉我 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合并日这一天 被合并方的所有的权益 账面价值是多少 那么这一块所写的参考的内容 从考试角度来讲 是不会考的 这是帮助我们的理解 也就是说这是个原理 为什么统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 第一 按照 对方 比如我现在是A是吧 我们现在是站在A的角度 编制分路啊 A取得B以后 借长期股权投资 按什么境遇入战呢 看谁 不是看自己 看B 背合并方 这是第一 第二 看背合并方什么呢 账面价值 不是公允价值 第三 请注意 不是B 自己个别报表 占面价值 而是B所属的 这种控制方的 合并 报表层面上的 占面价值 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这么强调呢 我们现在学的是 统一控制企业合并 首先把这个问题要 强调 加深印象 因为等我们学习第二个 非统一控制企业合并 它不一样了 非统一控制 非统一控制企业合并 我们后面会讲 那市场化的行为 要按照公允价值 按照自己付的代价 的公允价值算 我们今天不是这样的 我再强调一遍 三点 第一 统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合并方 A公司 取得B公司 背合并方 80%股权 长期股权投资 按什么金额入战呢 第一 是按照背合并方 我们要看谁的 看B B公司 背合并方 第二 看B公司的什么 所有的权益的 扎面价值 第三 不是看B公司 个别报表 扎面价值 而是看B公司所属的 这种控制方 合并报表层面上的 近资产的 扎面价值 是多少 然后乘以持股比例 就可以了 你按照这么三个要点来 掌握 这个题就会做了 好了 第一点给大家就这样来说一下 初始投资成本 怎么确定 先把这个原则上问题先说一下 等会儿再给大家讲具体的会计出 第二 还要注意个问题 会出现一个差额 刚才在缺一里面 我们把初始投资成本 确定好了 请大家把这个初始投资成本 如何确定 口述一下 刚才不是说过那一句话 那就是在合并日 被合并方所有的权益 在这种控制方 合并财务报表中 账面价值的份额 份额要注意 就是持股比例 算出初始投资成本 比如刚才说 12000 乘以80% 然后于 这是多少 这是9600 是吧 9600 然后于支付的现金 转让的非现金资产 及所承担债务的勤出益 也是账面价值 两者之间可能有差额 比如说我支付现金多少呢 9000万 那这两者之间 不是一个600万的差额 是不是 这个差额应当调整 资本公计 股本一价 比如这种情况 初始投资成本 算了9600 支付的对价的 账面价值是9000 银行存款 账面价值就是 国务价值就是9000 所以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 差额在贷房 进入资本公计 股本一价 借长期股权斗资 9600 贷银行存款 9000 差额进入资本公计 股本一价在贷房 如果差额在借房 那就充减资本公计 如果资本公计 不足以充减 充减银饮公计 贵分为一根 而且充资本公计 只能充谁 只能充资本一价 或者是股本一价 这一部分 资本一价对应的是 实收资本 股本一价对应的是 股本 一般我们上市公司 都是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一般情况下 我们的题目都是上市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所以都是对应的是 股本一价 好 那么这一块他说 如果资本公计 不足以充减调整流存收益 流存收益 我们在第一章讲过 就是指 应于公计 和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这是第二步 差额的处理 这样一解释 想引大家能够理解了 这一块 关键强调的是 是账面价值 接着第三 中介费用 我们在企业合并中 可能会要请 会计师事务所了 要律师了 还有资产评估了 等等 发生了一些中介的费用 他们是第三方 是不是 那么这些中介的费用 以及其他的管理费用 全部记住 管理费用 借管理费用 带银行存款 好了 大家看 看出来 在统一控制企业合并下 如果发生了什么 审计评估 咨询等等 这些中介费用 是净管理费用的 它是不净成本的 这一点要注意 因为在统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问题 它是按照 被合并方所有的权益 在这种控制方 合并财务报表中 账面价值的份额来算 这些中介费用 要注意 是记住管理费用 那么刚才是把 会计处理的原则 讲了总共三点 那接下来 我们再看 具体的会计处理 也就是编制分路了 具体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就是和前面讲的一样 首先第一步 合并方在合并日 按照被合并方所有的权益 在这种控制方 合并财务报表中 账面价值的份额 借长其股全投资 账面价值12000 份额是80% 所以是9600 借长其股全投资 第二 按照应享有 被投资单位 已宣告 但尚未发泛的 监金鼓励 借应收鼓励 如果有的话 第三 按照支付 合并堆价的 账面价值 带有关资产负责 比如我们刚才是带银行存款 第四 那就是如果有差额 进入资本攻击 股本移价 贷方差额 进入资本攻击 股本移价 如果是借方差额怎么办 首先冲减资本攻击 股本移价 不足以冲减呢 依次冲减 盐营攻击和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这个知道就行了 好多地方都这么说 实际上我们一般情况下题目 没有必要在这考这个 这种很无聊的 然后谁不够了 充多少 谁不够充多少 那下面呢 我们编制一笔分路 以出现代反差额为例 借长期股权投资 以后我们做题目要清楚了 按照什么金额 你要口述的清楚 能说得出来 合并日 被合并方所有的权益 在这种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 占面价值的份额 有应收股利 单列应收股利 代反代有关资产 或者负债 最后差额进入资本公企 股份一价 假定再代反 那就增加资本公企 股份一价 下面我们举个例子 假公司为上市公司 2023年3月31号 假公司将其某公司 P公司支付银行 从换一个亿 取得P公司拥有 对已公司80%的股权 并于单日期 能够对已公司实施控制 那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 这是一个统一控制企业合并 因为从其某公司那买来的 并且是形成控制 统一控制 控股合并 合并日 已公司仍然维持其独立法人地位 继续经营 保留子公司的法人 那说明这是控股合并 统一控制 控股合并 2023年3月31号 P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 已公司净资产的 账变价值为1.5亿 题目已知 这是关键 我们做题目 关键就找这个条件 假定假公司和乙公司 均受P公司 最终统一控制 在合并前 在企业合并前 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一致 假公司在合并日 资本公积 股本一家的科目的 代房余额1500万 那我这道题比较严谨一点 告诉你这个数字 这样我们将来 如果出现借法差额 能不能冲 个不个冲 就清楚了 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么2023年3月31号 假公司如何进行会计处理呢 先不看答案 我们一起来做一下 这道题 应该怎么做 借长期股权投资 因为这道题是什么 是统一控制控股合并 借长期股权投资 按什么金额 别看花了多少钱 你就借长期股权投资 一个亿 那就错了 我们现在是统一控制控股合并 资本公计股本一价 2000万就可以了 接着我改一下题目 沿用上述 立体资料 如果假公司支付 银行存款是1.3个亿 取得了已公司80%股权 其他条件都不变 那么这个时候 假公司应该怎么做 借长期股权投资多少 始终根据被合并方资 合并日这一天 所有的权益在最终控制方 合并财务报表中 证明价值的风格 还是1.2个亿 代方代银行存款1.3个亿 只不过此时 差额在借房 怎么办 冲减资本公计股本一价 够不够冲 足够了 我代方有1500万 所以就冲到这为止就行了 不要搞一大堆出来了 好 那从这道题可以看出什么呀 我把这道题稍微改了一下 实际上告诉你一个这样一个问题 统一控制控股合并下 长期股权投资 出持投资成本的确定 与你支付对价了多少没有关系 你花一个亿还是花1.3个亿 你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始终是1.2个亿 因为在统一控制控股合并中 长期股权投资出持投资成本始终盯着谁 盯着被合并方所有的权益 在这种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 证明价值是多少 是看那个数字的 1.5个亿这个数字的 然后乘以持股比例就可以了 所以给你支付的对价的多少没有关系 给一个亿和给一个三个亿 你的长期股权投资的金额都是一致的 大家就清楚了 好这是一道题 这是第一种情况 以支付现金转让非现金资产 或者承担债务的方式 下面我们再看第二种方式 发行全性争券的方式 这个大家能够理解了 就是发行股票的方式 就像我们前面有一道案例 一个案例分析 芒果超媒上市公司 像芒果传媒某公司 发行股票的方式 取得快乐阳光 五家公司的股份 统一控制空股合并 那就是发行股票的方式 我给大家也画一个版式 甲定 在合并前 A公司 B公司 同为甲的子公司 甲拥有A是60% 拥有B80% 甲定A是一个上市公司 这个上市公司的总股本是一个亿 你甲拥有60% 6000万股 表集权股份 6000万股 今天 A公司向甲公司 发定向发行 定向增发 2000万股股票 所谓定向就是 我只给你一个人 不是向所有股东 同比例发行股票 只给甲公司 发行2000万股 这样呢 就把 同时甲公司将其所持有的 原先那个80%股份呢 转让给谁 转让给A了 A叫合并方 B叫被合并方 从此B公司纳入A公司的合并报表 成为A公司的子公司 那么站在A公司的角度 它是以发行股份的方式 原先总股本一个亿 现在总股本是1.2个亿 当然了 甲公司持股比例 持股的数量也上升了 原先是6000万股 这次定向增发2000万股 变成8000万股 持股比例进一步上升 进一步上升 这种方式就是发行 全性证券的方式 通俗的说就是发行股票的方式 那么怎么样进行会计处理呢 我们首先也是看一下会计处理原则 第一步 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怎么定 合并方以发行全新证券的方式 取得长期股权投资 依旧是按照 合并日 取得被合并方所有的权益 在这种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 扎民价值的份额 确定长期股权投资的 初始投资成本 说明什么 说明和前面是一样的 只要是统一控制控股合并 不管你是支付现金的方式 还是发行股票的方式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确定 要求都是一样的 都是按照什么 按照被合并方所有的权益 在这种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 账面价值的份额来入战 按照这个原则 无论什么情况 都是按照这个要求来做的 只不过今天是发行股票 所以我代发呢 按照发行股票的面值 总额作为股本 发行2000万股 每股面值1元 那我代股本就是2000 就是这样 这样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于面值 两者之间可能有差额 那这个差额同样是调整资本攻击股本移价 怎么调呢 具体来说 如果是代方差额去增加资本攻击股本移价 增加毫无疑问 不管多少 增给它就行了 但如果是借方差额 像前面讲的道理是一样的 充减资本攻击股本移价 不足以充减的 依次充减引引攻击和未分费利润 好 这是第一点 这分路也给大家写了一下 借长期股权投资 按照被合并方所有的权益在最终控制方 合并财务报表中 账民价值的份额 来入战 比如前面随便举个例子 假定是多少呢 账民价值在合并方 在这个最终控制方 合并财务报表中 账民价值是1.2个亿 份额 假定是80% 那就按照9600万入战 假如发行股票是2000万股 每股灭着1元 那就是2000万元 这样差额进入多少 进入资本攻击股本移价 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步 接下来第二点 请大家注意 只要说发行股票 绕不开的就是什么呢 手续费佣金 我们一般情况下 实务当中都会有这个手续费佣金 只要是手续费佣金 我前面说过 无论什么情况下 企业发行股票 手续费佣金 我把它称为叫发行费用 前面什么律师费 审计费 咨询费 那个我把它称为叫中介费用 那这一次的发行费用 都是充建资本公寄 股本移价 充建资本公寄 股本移价 好了 掌握这两点 下面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 具体的快捷处理 刚才这是总的一个原则 那具体快捷处理内容是一样的 只是具体讲一下快捷分路 借贷 具体在进行快捷处理时 在合并日这一天 刚才说了 按照被合并方所有的权益在c中控制方 合并财务报表中 占名价值的份额 借长及股权投资 第二步 如果有应收股利 单独列在应收股利里面 第三步 按照发行全性正确的面值总额 带股本 面值多少 股本金额就是多少 第四步 差额 如果是贷房差额增加资本公寄 股本移价 我这儿假订 合并方股份有限公司 所以就直接是股本移价了 如果是借房差额 首先充减资本公寄 股本移价 不足以充减 依次充减盈盈公寄和利润分配 就可以了 编制下面的分路 假订是贷房差额 借长及股权 都是按照什么金额入战 然后借营收股利 贷房贷股本 按照面值总额 假如差额在贷房贷资本公寄 股本移价 OK 这就是它的具体的会计处理 下面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贷公司为上市公司 2023年3月31号 假公司向其某公司 P公司发行一亿股 普通股 每股面致一元 每股公营价值三元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一亿股的股票的 公营价值 公营价值等于 三个亿 取得P公司拥有 对乙公司80%的股权 并于单日期能够对乙公司 实施控制 合并控 乙公司仍然维持其独立法人地位 继续经营 到这儿为止 说明是 统一控制 控股合并 2023年3月31号 P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的 乙公司 净资产 扎面价的 1.25亿 假定 假公司和乙公司 均受 P公司 最终统一控制 在企业合并前 采用的 会计政策 一致 假公司 在合并日 资本公积 股本一价 科目 代判余额是 1500万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在辨计这道题的时候 可前面那道题 基本条件是一样的 无非前面是 支付银行存款一个亿 取得80% 以公司80%的股权 那么今天这道题呢 是向P公司 发行股票一股 一股的面值多少 一个亿 美股一元 公允价值多少 三个亿 我想问大家 这个公允价值 在这道题 能用得上吗 用不上的 不上照公允价值来算的 是看对方的 甲给了一亿股股票 价值三个亿 给了P公司 但是甲取得 以公司80%股权 长期股权投资 他的成本 不是看自己 给的股票的 公允价值多少 是看对方的 你别看自己 看别人 谁 被合并放 以公司 以公司 在这种控制方 合并财务报表中 净资产的 扎面价值 看这个 看扎面 请注意 我们现在 学的东西 还很少 等我们学了 很多内容以后 有的题目就开始 把很多内容 都混在一起 同时还告诉我们 它的公允价值 是多少 然后你开始 就到那个时候 学的多了 你就 你就开始乱用了 所以从一开始 我们反复强调 加深 第一印象 所以这一点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 好 我们再来看 其他条件 这道题呢 我再补充一点条件 跟前面不同的是 假公司为发行股票 向券商支付 手机费佣金 一百万元 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么 2023月3月31号 假公司 怎么样进行 快捷处理呢 首先第一步 借长期股权投资 提醒一下 我们前面 在学第一个大问题 对年营企业投资 对合营企业投资时 取得长期股权投资时 要开设 明习科目 投资成本 我前面强调过 只是你可能没有注意到 没印象 前提是 对年营企业投资 对合营企业投资 才需要写明习科目 今天我们是讲的是 对子公司投资 不用写明习科目 不需要开设明习 你写了反而是错了 借长期股权投资 按照什么金额 刚才说过 看对方 被合并方所有权益在最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 账面价值的份额 1.5个亿乘以80% 80%就叫份额 账面价值是1.5个亿 这样一乘 1.2个亿 但凡带股本按面值 一个亿入战 差额技术资本攻击 带方增加2000万 同时佣金充减资本攻击股为一价 借资本攻击股为一价 带银行送往 OK 这样就可以了 你只要把这个原则掌握了 其实题目 随便它怎么出 都是这样的套路 所以长期股权投资这一章 等你学习完以后 只要你第一轮学的时候 印象比较深 学得扎实 你会发现 其实它并不是太难的 真正难的我不是说了吗 等到金融工具 那是天书 你看不断 接下来给大家说明一下 刚才两笔分落 熟练以后 也可以合二为一 借长期股权投资 1.2个亿 代方代股本一个亿 代资本攻击股本一价 差额1900万就可以了 代银行送往100 接下来 把刚才这道题也改一下 沿用扇数例题 如果假公司发行的 不是一个亿股 而是1.3亿股股票 取得已公司80%的股权 其他条件不变 这个时候怎么样 请银快去处理呢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 这么有变化吗 没有变化 依旧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一个原则 统一控制控股合并 取得的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它的初始投资成本 始终盯着被合并方 所谓的权益在这种控制方 合并财务报表中 账面价值是多少 然后承引我们的持股比例 跟我资格的代价是多少没有关系 贷股本1.3个亿 股本1价 差额在界法 充减资本供给 股本1价 然后支付的手机费 佣金充减资本供给 股本1价就可以了 从这道题也可以看出 通过改题是想告诉大家 统一控制控股合并 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它的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 与合并方 贾公司支付的对价的多少 没有关系 你给1.3个亿 还是给一个亿 没有关系 那么这块的例题和前面的例题 其实几乎是类似的 我们又可以把两道题同时一起说 那就是可以看出什么 可以看出统一控制控股合并 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 与你支付何种对价也没有关系 你给银行存款 还是这道题发行股票 没有关系 因为长期股权投资始终盯着谁 被合并方所有的权益在这种控制方 合并财务报表中 账面价值 盯着这个数字 这么反复一讲 我相信大家 对印象就非常深了 同一道题 不同的金额进行比较 1.3亿和一个亿进行比较 没有影响 没有关系 和前面一道题 比较 支付现金的方式 和发行股票的方式 也不受影响 那么大家就应该清楚了 好了 这就是有关统一控制控股合并 不同的方式 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如何确定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主要就学习 这么这些内容 下节课我们再见 下节课我们下节课